好,我们再把焦点找回国内 面对食品业的大灾难 卫生署现在加紧追查塑化剂的来源 目前除了已知的两种塑化剂 DHP跟DINP之外 还在中油委外代工的产品当中 验出了第三种塑化剂DBP 代工的厂商表示 这个原料是来自于以色列 真的不清楚为什么会验出塑化剂 而卫生署也特别指出了 DBP的毒性对生殖系统的影响力最严重 也就是更毒 今天检方特别会同了卫生机查人员 继续在台中追查相关的制造工厂 机查人员来到这家制作胶囊的工厂 仔细核对厂商提供的来源说明和产品 并查扣相关物证 为中油代工的玉轮生气公司 被验出第三种塑化剂DBP 检方继续网上游的原料追查 从塑化剂事件发生以来 被查出的塑化剂种类 分别是从预生追查出的DHP 流向运动饮料 夜市 营养食品 冰罕公司则是验出DINP 用在饼干 冰淇淋 饮料当中 而第三种就是中油柔盐雕囊验出的DBP 由中部的玉轮公司代工 卫生署指出 DBP的毒性相对比较低 正在追查源头 DBP的毒性又比那个DINP更低 所以如果三种比较起来的 和影响的广度 大概是DHP 现在目前影响最大 然后DINP是次之 有些塑化剂并不是在立即有被管控的地方 DBP属于环保署裂管的第四类塑化剂 义士表示虽然DBP不具致癌性 但对生殖系统却是最毒的塑化剂 如果儿童长期暴露 容易导致性早熟 有影响升值能力的风险 卫生署指出 虽然玉轮公司声称原料来自以色列 但还是会要求厂商提供原物料来源说明 以及对产品进一步检测 从食品到药品 甚至连国营事业的产品都陆续被验出塑化剂 卫生署也强调追查行动会继续下去 记者欢迎刘翰林台北报道